這個毫無用處 我跟你講 禮拜二 5月21號 剛好是520隔天 賴清德已經釋放 520就職演說有四大概念 最後一個概念叫團結 如果你賴清德就職演說完 隔天就是立法院大亂鬥 群眾包圍立法院 那就表示你這個人 領導力是零 你這個總統的領導人力 就是破產 盡量 盡量亂搞 你是執政黨 你是總統 你都沒有辦法跟在野黨協商 事實上他前四個月 也沒有來拜訪立法院嗎 完全沒有 是啊 誰像你那麼驕傲 蔡英文有這麼驕傲嗎 陳水扁有這麼驕傲嗎 尤其陳水扁 陳水扁的處境跟賴清德最像 水扁事實上他2000年得票 也是差不多39年起 然後立法院更是沒有過半 他不只拜訪立法院長 他還拜訪國民黨立院黨團 你賴清德做了什麼事 完全沒有拜訪 完全沒有釋出溝通的善意 然後你就此言說 結論叫做呼籲大家團結 可笑至極 如果隔天 你立法院大亂鬥那也沒關係 最好號召1萬人來包圍立法院 衝進立法院更好 反正藍白就是多數 那不然你群眾永遠都不要解散 都在立法院永遠不要解散 那看賴清德的預算會不會過 賴清德難道不用送預算到立法院嗎 你群眾只要一解散 藍白立刻可以再排案再表決 就是這樣 國會本來就是這樣運作 事實上你去看美國 美國的民主黨在眾議院 只領先共和黨大概10席 你有看到共和黨 什麼占領議會 抗議 美國招委還是單一招委制 美國的眾議院現在 所有的委員會招委都是民主黨 民主黨每次表決 大概都是贏不到10票 全部都是民主黨贏 那你有看到共和黨號召群眾 包圍美國國會嗎 不准你表決 可笑至極啊 什麼民主 柯建平 吳思堯的民主素養 就是零分嘛 還造謠啊 什麼未經公告 未經討論 你怎麼不去提 你民進黨黨團提上會提了40次 你怎麼不去提啊 這中間搞了多少事情啊 朝野協商多少次 辦公廳會兩次 你怎麼都不提 丟臉至極啊 這種選輸人家還要蠻恨作怪 到處說謊 到處搞大內宣 然後蠻清德就指引說還要講 團結團結救台灣 隔天就大亂鬥 這種政黨根本就是 完全不及格的民主政黨嘛 那就去亂啊 最好大亂 讓全世界看清楚你蠻清德 領導民進黨的無人程度 然後民進黨毀滅民主的程度 讓大家都看清楚嘛 其實在前一天蠻清德已經 準總統他已經預告了嘛 他說如果我們人數投票不過 我們就要贏論述嘛 所以就是打人畫 叫人的概念 原生那天在立法院 我們看到禮拜五明明早上 就是畫面上看到比較多 都是民進黨 邱毅營打記者啦 網美會打警察啦 然後國國人去 騷擾女委員把人家鋪倒啊 然後到了晚上突然就有個 沈柏洋鋪上 其實民進黨的委員 把他丟上去這個主席台的 就被丟掉下來了 就變成暴力 變成是對方的問題了嗎 我跟你講我覺得民進黨 一直在非常雙標 他們一直要我們很尊重柯建民 但他們非常不尊重韓國瑜 柯建民那時候跟韓國瑜 一起從後面小房間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有推擠 然後我們快要碰到柯建民的時候 他們旁邊立委就會說 不要碰到柯董招 柯董張經濟很大了 不要碰到柯董招 可是你們有沒有看到 剛剛韓國瑜是院長 兩個女委員可以這樣抱著他 而且院長要從後面休息室 要從 要進到那個 議室的那個主席台 是被關緊閉 關起來的 他先被關緊閉 後來突破之後要進來主持 他們是把他包圍 不讓他進來主持 那個時候是後面 我們國民黨很多立委 又到了後面去排除萬難 韓國瑜才來主持 那你知道他來主持之後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 我記得是五六點的時候 因為他擔心說 如果再回去休息 那到時候民進黨又鋪上來 所以他之後就沒有再回休息室 他一直在那個主席台上 所以連上廁所都沒辦法去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其實對韓國瑜是非常不尊重 而且他們不是只有用肢體 整個那個晚上在表決的時候 一直在下面叫囂 一堆立委 韓國瑜 你是富昆吉小弟 韓國瑜你去爬樹 我跟他們對嗆 我說韓國瑜很棒 比你們好多了 然後我看到柯建民最好笑 柯建民本來沒事都坐在下面 然後一段時間 就會走到韓國瑜前面 韓國瑜你確定你要這樣 然後韓國瑜不理他 然後他又回去 然後再隔了幾十分鐘又 韓國瑜這是民主支持 然後他又走回去 真的很好笑 一直叫囂... 那除了對韓國瑜院長的 不尊重之外 其實剛剛前面有講 像沈柏洋 現在民進黨把國民黨立委 講得好像殺人一樣 可是大家仔細去看那個畫面 當時是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一直慫恿沈柏洋 從他的身上爬過去 但其實也沒有爬到王定宇 是爬到別人的身上過去 可是沈柏洋過去之後 他其實人就是在我們 其他立委同仁 國民黨立委同仁的頭上 跟肩膀上 那當時大家被你壓著 一定會非常不舒服 那當然我覺得往哪裡推 這種直覺反應就是往外推 那不可能把你往主席台推 那結果現在你自己做了一個 挑釁危險的動作 你反過來罵我們殺人 這就好比說你找我打架 結果我打贏了 你反過來罵我說 你怎麼可以下手太重 沒有人性 不然要手綁著給你打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這幾天這個做法太好笑 然後潛秋剛剛講到王美惠 王美惠是打助衛警 還有罵議事人員 那郭國文是去打那個周萬來 就72歲周萬來搶他東西 這兩個我覺得是非常不可取 為什麼 因為你們立委跟我們立委 不同黨的衝撞牛打或怎麼樣 大家都是立委 沒有誰怕誰 可是你去打助衛警 你去罵議事人員 你去打周萬來 他們敢還手嗎 他們連罵都不敢 那出來年紀也很大了好不好 對 第一個年紀也很大 第二個他不敢 不敢對你怎麼樣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王美惠在罵議事人員的時候 我看到議事人員 他們的表情是這樣 是這樣子 趨在一起 就是很怕你過來罵我那種感覺 為什麼 因為這地位不對等 因為朱衛警和議事人員 他們都是工作人員 他們都覺得說我們是來保護委員 我們是服務委員 所以你罵我不敢還手 沒有 你們就是欺負人 你們欺負人人家不敢還手 所以王美惠 他後來因為可能被罵爆了 在臉書上面跟駐衛警 議事人員道歉 這樣有用嗎 你罵人家的時候別人有多恐慌 你應該要帶著禮物 真心的上門道歉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我認為民進黨為什麼這幾天 一直在帶風向說 國民黨殺人出手太重 就是因為他們禮拜二 他們要發動更猛的攻擊 然後他們想要我們鬆懈 下次我們抵抗的時候 下手輕一點 讓他們得逞 我覺得我們沒那麼好騙 我覺得我們還是會保護好 主席台 保護韓國瑜 最好早上就開始表決 趕快把法案給他通過 編哥其實這個是在國際上 我們的立法院 不管你分藍綠白 全部都沒面子 都覺得怎麼這個樣子對不對 但覺得最離譜的是 這個所謂理直氣壯 可以讓大家把民主之詞 拿出來講 可是到底誰才是民主之詞 我不覺得沒面子 我覺得挺沒面子 真的嗎 因為就讓全世界都看到 台灣政客就是一群爛貨 這個就是事實 我最喜歡讓大家看到事實 所以很好 我不覺得沒面子 因為台灣的政客 本來就大部分都是爛貨 就是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很好笑的就是 范雲 你上次說陳雪生性騷擾 請問一下 現在你們民進黨這個 對韓國瑜這作為 算不算性騷擾 我知道范雲一定有躲得不回答 永遠都是這樣子 這些人就是這不得性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民進黨到底打算怎麼辦 我告訴大家 賴金的嘴巴上講要團結 實際上我認為就是他慫恿 要去跟國民黨對著幹的 你看吳思耀能夠 睜眼說瞎話到這種地步 他說不能說我們勝了 我們只是贏在意識規則跟論述 你到底贏在哪 你論述贏在哪 你根本能胡說八道一通 意識規則你們根本 你們請問一下 你們所有的動作 哪一個按照意識規則來 是搶家東醫師按照意識規則 還是去偷踹人就按照意識規則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根本就在胡說八道 睜眼說瞎話 那最賊的就是那個王定宇 他明明自己背靠著牆 然後就要說 你踩我背上過去 根本不可能踩到你的背 你看王定宇就出張嘴而已 要被踩的人也不是他 然後到時候倒霉的 對 也不是他 就這個人就鑽出一張嘴 但是問題是 接下來禮拜二 我告訴你衝突一定會在一起 百分之百 他們甚至還會動員 所謂場外的這些學生 那這些是真學生假學生不知道 反正就是綠營的支持者 你要知道 我有一些朋友是綠營支持者 他們很多人說看到什麼樣子 這樣掉下來被氣哭 說被黑道打 怎麼樣 我就老實說 我沒有辦法明白這些人的邏輯 就是明明整個表現 像流氓 像黑道 明明在我看來都是民進黨 可是在這些人突然之間變成 就是國民黨在打人 你知道 他們真的是這樣想 所以我是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接下來國民黨 你們禮拜二還是要繼續這樣 一路跟他們拖下去嗎 還不表決嗎 還要溫良公減讓嗎 還要讓他們繼續這樣做嗎 然後人家動員群眾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們要不要動員群眾 我想請問一下 原子也在這個地方 你們國民黨有沒有規劃 如果對方動員群眾 你們怎麼辦 就任由人家包圍你們嗎 就是這樣嗎 然後民進黨一直採取 這樣的搗亂拖延戰術 那請問你們的對策是什麼 你們有辦法壓制對方嗎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因為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 占了人數多數之後 還是你們要推的法案 還是推不過 那請問一下 人民到底為什麼要選你們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 要趕快你一出車以來 不能讓這種爛事 繼續演下去 沒有協商嗎 早上不是在衝突進場之後 整個下午都在協商 到晚上才開始進行表決 那一天是從9點 一直協商到4 5點 都一直在協商 都一直在協商 不是嗎 對 所以後來才開始表決 他就是堅持不要投票而已 不是嗎 那投票難道不是民主的正常程序嗎 為什麼不可以